人最重的报复 报复他是贪心 佛问弟子 弟子世间何为最珍贵 弟子说 已经失去和没有得到的 佛没有说话 经过数载沧桑巨变 佛在问之 弟子答道 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正在拥有 台长告诉你们 珍惜才是拥有 今天你们所有的拥有 都是因为你们珍惜 他才没有失去 珍惜身边的亲人 珍惜你们拥有的一切 好好地活着 让自己去拥有伟大的佛法 在自己的心中常住 你才能去除贪心 你才能拥有最珍贵的佛法呀 记住了 真心就是你们家的后花园的后山 去爬了 它变成了你的靠山 清心就是知足了 知足的人会永远地拥有幸福 佛法定律上讲就是因果 没有对错 只有欠债和讨债的 人间的世事非悲悲 还是缠绕在自身的业力中间 千方百计地编织自己的情网 财网 还有各种各样的网 来残害自己 让自己悲伤彷徨 被这张人间的网 弄得晕头转向 希望大家一定要破除这种 执着的心网 才能真正地和菩萨的佛光 合二为一呀 在一百多米有一棵树 上面有很多的果实 这个老师呢 就叫很多小朋友跑过去 看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呢 能够摘到最多的果实 比赛结束之后 老师问柴果子最多的前五名学生 就问他们 学生 你知道为什么你采的果子 比别人多吗 第一个学生说 我第一个跑到树下 采到了最容易采到最低的果实 这个老师说 因为你懂得抢抓机遇 所以采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果子 第二名学生说 等我跑到树下 低处的果实 已经被别人都采走了 先一步的人 但是我会爬树 我爬到树上 采到了高处的果实 老师说 好 因为你拥有一技之长 所以采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果实 第三个人 学生说 低处的果实被人家拿走了 高处的果实 我不会上树 所以采不到 于是我找来了一根棍子 在棍子敲 把树烧上的果子全部敲下来 老师说 好 因为你懂得利用外物 所以你采到了比别人多的果子 第四五名学生 老师问他 你们又不会爬树 又找不到棍子 你们怎么办 这个两个学生说 我们两个人一合计 连在一起 采的果子 大家平奔 于是 一个人采在一个人的肩上 增加了高度 我们采到了很多的果实 老师说 因为你们懂得合作 所以采到了比别人多的果实 最后 老师把同学们 叫在一起 对他们说 取得成功的方法 永远不会只有一种 我们学博人 能够修成博道 永远不会一种法门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法门 视为妙法 微妙善巧的方法 修心度人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妙善啊 人的生日 只有一天 生活 而且要天天过 我们的生命 只有一生 但是我们必须天天过 要珍惜 学博后的法声 会无限 要用 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 无限的 救度众生的 红把大业中去啊 人生的痛苦在于无法认清自己 不明白人间的实相 所以我们才会痛苦 不知道来到人间到底为什么 人最放不下是一个我 去除我值才能去除妄念 欲望 所以无欲你自然心就平衡 人间的一切均会成住坏空 唯有我们心灵的佛性不灭